哥倫比亞民眾的反政府示威活動 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 政府繼續採取封路措施 大約70萬噸咖啡因此被擱置 影響到全球的咖啡供應 來看報導 哥倫比亞全國咖啡種植者聯合會報告稱 政府的封路措施導致70萬噸咖啡被擱置 出口將推遲超過4個星期 聯合會在一份聲明中承認 這對工會來說是一個棘手的時刻 因為經過一個多月的遊行和封鎖 糧食出口時間被延遲 目前約有1200輛運輸車輛 無法將出口產品運搭港口 聯合會執行董事內斯特·塞拉諾說 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出口商的違規行為 同時原材料的質量也面臨大大受損的風險 哥倫比亞咖啡可能會因此失去優勢 因為世界各地的咖啡烘焙商 都在馬不停蹄的運作 哥倫比亞財政部長表示 境內受風禄影響最嚴重的部門是農業 報告數據顯示 超過16000噸的產品無法進入市場 哥倫比亞數萬民眾反政府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從4月28日持續至今 抗議者反對億萬杜克總統推出的增稅改革 要求擱置醫療改革 爭取最低收入等訴求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雨薇綜合報導